那我們繼續看看喔 誰的夢想是花光了積蓄 然後今年是勇奪世界第三 這是誰的故事 喔 喜好 對 這是我的故事 你是做 我是做氣球藝術的 氣球 擇氣球 對 擇氣球 造型氣球 這個作品我跟你講 真的是沒有在開玩笑 哇 這是氣球 為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得獎的 得獎的 有四個都有得獎 對 第一個得獎的是 我們這個麒麟 對 這2019的作品 然後剩下這三個 都是2020的作品 然後分別都有得到一些名次 然後這個鳳凰是在2020 6月的時候比的 但是因為它疫情很嚴重 所以當時這個比賽 到尾聲的時候停辦 所以它的成績是在 三年後的今年 三月才公布這個名次 對 對 對 光看那個 它要用多少個氣球 對啊 一般的氣球作品 大約要花500到5000條 差不多這個數量的氣球 去製作 那我的鳳凰這個 大概花了 500到600條 然後要多少時間 才能完成這個作品 我這個作品 花了15個小時 連續沒有停過 從早上9點到半夜2點 那這個氣球 必須得要用特殊的氣球嗎 然後它的構圖 都是你自己要這樣去想 對 對 對 喜歡這要多厲害 怎麼多厲害 它沒有老師 它自學的 這怎麼自學 我當初是接觸到氣球 是國小的時候 去參加氣球社團 對不對 然後接觸了兩年之後 我開始自學 對 然後開始自己專研 看網路上的影片啊 或是照片 去揣摩那個感覺 對 然後去研究那個技法 我們當主持人很幸運 知道我們今天有禮物收 沒錯 一起來看看 哇 這是用黃罐 FG球樂黃罐 沒錯 因為我們都 好酷喔 我們大家都知道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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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是特別做了黃罐送給天津姐 謝謝你的禮物 那為什麼我是那個 披風 救生 那這是披風 因為 你是一種帥氣 是 因為披風在古代來說 是一個戰場的一個 首領的象徵 對 所以小鈺哥就像是 戰場的首領上 陰盡潮 謝謝 非常帥氣 哇 這是一個很棒 對我們的節目的祝福 感謝 感謝 今天你要來教我們 隨氣球對不對 沒錯 一定要 要來教大家 然後我們就大家一起來學囉 把打氣頭 這個吹嘴 塞進去氣球裡面 用我們的左手 食指跟大拇指 抓好我們的嘴巴 不能用吹的嗎 還是一定要用這個 用吹的可以 可是因為這個氣球比起來 比較厚 對 因為是用專用的氣球的 對 它會比較難用 我覺得表示它的 肺活量很強 眼神可以試試看 可以啊 你試試看 足這麼多 怎麼突然 給你表現 這個 太難吹了 太難吹不起來了 它很厚啊 吹不起來 它臉皮很厚 它不好吹 對 對 真的 嘴巴好痠 給我 給我 對 他沒拉 沒有 這個當東西丟掉 你 我認真來學 好 我們大家之後 拉著我們的頭 然後拿著我們黑色的這個頭 的地方 右手拿綠色的身體 前後 前後的拉 好 什麼 等一下 剛才怎麼貼 老師 這個是正常 正常 拉四下 好 四下之後 右手比二 大拇指壓著我們的氣球 好 這樣 大拇指壓著二 接下來把左手 把我們的吹嘴的往下拉長 之後往後繞一圈 再用大拇指壓住它 OK 好 接下來 我們的根本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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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 食指由後面 把這個洞洞撐開來 食指抽出來 再把吹嘴由後面往前塞 這樣子就打完結了 說真的 我 對 可以看重播嗎 重播可以看 我拿 我拿那個 原本要裝進去 我拿 分得浪費 對 拉四下 這樣它的那個會碰到頭 這樣拉下來 然後打結 然後 不要 四下 來 這樣 一 二 三 四 OK 三 然後 四 可以這樣 好極了 先這樣 然後 然後拔出來我們要打結 可是是不是要比葉 對啊 然後兩隻手指頭 等一下 並在一起 這個你葉 你葉比葉 直接 然後打個結 會不會太長 不會 四下就不一樣 這樣子 我打 我忘記了 手在側 拉到這裡 再有倒下來 倒下來 倒下來怎麼辦 老師救他 老師我手開始變紫色了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你可以很用力的拉 等一下 老師怎麼辦 拔出來 打 變紫色 手變紫色了 老師要叫救護車嗎 我 你搭好了 沒錯落土了 好漂亮 唉唷 有 童哥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有天分 好快 接下來 第一步就這麼難了 很難 我還是不準 我們往下走 左手拿著我們有嘴巴這邊的氣球 接下來用我們的右手 食指跟大拇指 量 我們左手量三根手指頭的寬度 是 接下來右手 轉它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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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圈 然後右手捏住我們轉的地方 三 四 好的 轉完五圈之後 左手抓住我們剛剛轉好的泡泡 接下來右手把我們的氣球對折 好 接下來用大拇指扣住它 像是一個彎彎的形狀 彎彎的形狀 這樣 這個三根手指頭的寬度 所以調整它一下 你會怕這個聲音是不是 有點恐怖 好 接下來用我們的右手 整隻手掌握住這個氣球 對 往前轉五圈 往前轉五圈 對 去前衛你的地方 喔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嚇到我 什麼東西 你不要嚇這種柔弱的離子喔 對 對 轉好了 加油 不要 五圈轉 慢慢更可怕 好 然後來繼續囉 接下來左手抓住我們的 剛剛做好的這一邊 左手 兩根手指頭的寬度 它會變開喔 一樣轉它 跟第一步一樣 轉泡泡 我們現在要做氣球狗狗的脖子 有沒有 頭現在出來了 這是頭 這個是嘴巴 我們現在做他們的 還有舌頭 對 還有舌頭 好 做完之後 一樣 左手再捏住我們這個空隙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再轉 彎下來 再一樣往前轉 轉彎下來 對 一樣轉五圈跟剛剛一樣 二 三 再量五根手指頭的寬度 這什麼有關啊 好 一樣再轉五圈 旁邊跟得上嗎 可以嗎 來啊 可以啊 可以 OK 接下來一樣步驟 再對折 再轉五圈 瞧一下 兩根腳在下面 頭在上面 這樣我們就做完氣球狗狗 老師 有過關 可愛 我的腿很短 小小一隻 大腦罵住人長頸鹿了 好華麗的 這個很好 長頸鹿 可以跟他學英文嗎 How are you 這樣可以 歪猴 這可以了 可愛 其實尾巴這樣很可愛 這樣滿可愛的 你的狗狗是 長頸鹿 他把他改成長頸鹿了 我就說你是邊緣人吧 那你今天不知道我現在是 好 這老師的 我的 做得不錯 很可愛 他會有完美 對 我以為過年了要下年獸了 不要生氣 可愛 很可愛 小小一隻的 對 他這個做得好棒 我們常常在那個街上 看到這種貴賓狗 原來你看都不容易耶 好棒喔 好 謝謝老師 好厲害 謝謝老師 各位摸到那個 刺球的質地 跟我們享受玩的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對 感覺出來不便宜喔 對 這個氣球 它一條要五塊錢 五塊 對 光是這個尺寸是要五塊錢 那更大更粗的話會更貴 對 我每一件作品大概都是 五百元到五千元不等 那我到現在做了上千件 所以我目前的花費大約是 五十萬到六十萬的氣球材料費 哇 然後都是靠自己打工 那如果你出去比賽的話 他會有獎金嗎 不會 蛤 沒有獎金 有些要看 有些不會 有些有 可是有的話就是很少 喔就是獎利型的那種獎金而已 他們要讓你回本 所以其實你還有要必須有其他的工作 然後這是你的興趣 來支撐這個夢想 沒錯沒錯 遇過就是失敗嗎 失敗一定有啊 對啊就是有一次是我國三的時候 我去參加亞洲賽 對 然後我的 我是做氣球服裝的這一個 欸 那個叫蘇達吉 由衛福 喔這很厲害耶 然後最後有進到最後的一二名的 那個就是要 決賽了 然後評審在正中間 然後我們左右兩邊 各有兩隊 然後還公佈名次 誰是第一名的時候 還公佈到另外一隊 我直接在台上大哭 桃桃大哭 對 而且是在全世界的面前大哭 我哭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為什麼 我會覺得 因為 大家對我的期望很高 一做完這作品之後 大家說欸這很有冠軍項喔 然後這個作品很棒啊 我覺得比那個還要好怎樣的 但是最後成果是這樣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失落 對 就是你原本的期待太高了 對原本就是大家給我期待太高了 所以以後你做好之後 你就說大家不要跟我講話 對 不要跟我講話 對不對 請批挺我 說我做得很抽 那我希望只降到最低的 就是不要給你太多的希望 就是讓你自己去承受這樣子的 是 有那個求勝心是很棒 它是推進我們進步 重點是那個過程 去享受那個過程 是 有那個女生的 這妹妹 是 有那個可笑的 有一個 有的 那是 我